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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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离开这个人世了 对吧 我现在还比较清醒 还有口气在这里练 南无阿非南无阿非南无阿 可能我不知道走的时候什么状态 可能就昏迷啊 或者什么 就不知道念佛了 是吧 那是不是按照就不来接 比较可能 因为念佛号代表你想去 你不想去 阿弥陀佛不会拉你的 因为很多人会记得的 如果我们不记得了就没办法 要不就是找祝念 祝念嘛 你在中医境界的耳朵也会听到 你看你睡眠我叫你 你一般也能听到 但是祝念也不见得 就像我现在在这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就算你活着你在那里冒你的身 从来不稳啊 你在中医境界里也是各种忙啊 因为各种幻境嘛 你会忙好处理幻境的事 那么就算有人念你听到你也不会被他吸引的 我是那意思 就是说人死亡离开的人事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是昏迷状态 就是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 有人而已吧 每个人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也有就是很清醒的 也有啊 越有功夫越清醒 定力越好的越清醒 有修正的 有大福报 大福德的 大善报的 定力好的 有正量的 有佛学正量的 都会有 都会比较好一点 中医境界 为清醒的记得 只要念佛号 你记得的 而且也会有人提醒他 先不要担心往生的事 先把这个活着的事干活了 妈妈你觉得我会不会好 会啊 怎么不会 我太相信你了 你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呢 我们是如来啊 我们总是对自己生不起信心了 你会觉得有的真的是挺苦的 苦的没有那个心力的 觉得我好久了磨的 是吧 多不相信自己啊 我是佛又怎么样的 好像回不去 各种环境 就让你可以尝试各种法 等你眼睛好了 法门无量啊 你可以帮助很多众生 是吧 你不病 你怎么会尝试各种法门呢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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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世有利的 你才会去做嘛 各种法 各种法 等你好了 你才半个医生了 真的 都差不多了 搞定好几种 是吧 都爱小妈妈 没治好自己的 别人都能治好 是吧 现在能搞定别人有游戏 就自己能 自己能 自己能来嘛 嗯 是 一物自治 你真的不错 嗯 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只是演角色演的都太投入了 是 抽离出来 一旦抽离出来 那个气就往上顶 你卸下去了 你看你的气不是伤痛切地 没有 本来就很耿直 但是你现在弯腰了 哎 要与天地相结啊 就是那种 一生正气啊 那个马上你就 打开了 我就是那个 被这个世界的 对对对对 被这个世界的 对对对对 我现在太神了 我老抽一出来 压弯了腰 就是那种 穷起来 就是想找点抽脑 你就是想找点抽脑 你就是学那种 气罐藏红啊 那种 挺前立地啊 那种大熊啊 那种 你学那种气势 知道吧 有那种 不为 不为 几斗米啊 三斗米折腰的那种 那种 那种气概 哎 你就差不多了 你现在实在 你对自己不满意 自己都懒得看自己了 哎 觉得自己怎么会 这件事就低下了高的头颅呢 是 自己又竟然低迷顺目 去奉承那些小人 伺候那些小人 我看不上的人 我竟然对他这样子 知道吧 自己哎 我必须也算了 好 有大力啊 是吧 你要立起来 知道吧 那是一种低头 人家菩萨也会为众生低头的 知道吧 是 那是慈悲啊 要换个角度 你要是发出大悦 我要度脱普度 六道众生的时候 你困在众生面前 又怎么样 是 因为他们我慢嘛 他需要你困啊 他我慢 你不我慢嘛 你不就是困一下嘛 是吧 众生 我慢 看我多厉害 你不觉得搞笑吗 是吧 然后好 哎 陛下好 是吧 你是陛下吗 你是皇上吗 陛下好 如果不如佛教的中研大 以前呢 以前不是有出家人 要不要溃败沙门的问题 这个出家人 要不要溃败皇帐的问题 不是 因为这个问题历史上 争吵了好几次 但是说 那犹如释迦牟尼佛宗教 那犹如释迦牟尼佛宗教 而是宗教的地位的问题 那那都要看淘汰 但如果真的是以菩萨的慈悲的话 你不就要嘛 要给你了 不就要个快拜嘛 我是无我的哦 是不是 那就像当年 释迦牟尼也是 释迦牟尼佛琪 他的弟子问他 因为他 他坐在那讲法 皇帝来了嘛 就是那些王者 来了以后 释迦牟尼也会送到他门口 普通的老百姓来了 问完释迦牟尼问题 释迦牟尼又不站的 也不送 他的弟子说 老师你不是平等吗 你为什么送他不送他呢 那个皇帝来了 你送到他那边 为什么这个老百姓来了 你站都不站 你只是打个招呼 我说 那个要这个不要 因为那个皇帝要我送他 他心里就是说 你送我 他就觉得很高兴 你不送我 马上心里称恨就升起来 我何必让他称恨佛呢 慈悲嘛 我送到你门口 又怎么样 这个老百姓本身就觉得佛好贵 我已经仰视他了 你千万别站起来送我 我送不起啊 他不要啊 他不可求佛去送他 所以佛就不送他 他就不在 是吧 因为佛是按你的渴求视线 是吧 你不需要你就不用了嘛 是吧 那个国王他恨我慢啊 佛就送了嘛 因为佛无我相啊 无我相 无人相 我送你我送如来嘛 是吧 但是众生不懂如来是啥 众生早相嘛 所以就如来永远在相上 实际上我女佛就是这样做的嘛 很随意啊 活得很执重啊很随意啊 不想我们一定要 凭什么我平等我 你看那个学会嘛 他要我送 凭什么 我是佛嘛是吧 你应该送我啊 你应该亏我 我为什么要站起来送你 有什么呢 太矫正了吧 大家都不过在三位也细位 太矫正了吧 是吧 谁送谁又怎么样 但是说 中国有人说 沙门要不要礼拜王者的问题 这个 这个涉及到佛教在中国的立足啊 他的地位呢 这个是另打别人 涉及到佛教的传承 是不是 就是你的心愿 就是这儿也憋住了 心气也憋住了 这儿也憋住了 你太失望了对这个世界 你本来就有那种 说安德光啥千万节 给大批天下海事 敬花言的那种气 但是现在就这样子了 是吧 好像 然后呢 挺不起胸 摇不起头 是吧 你不能够正气 不能冲内 所以起不来了 压住了 不能堂堂正正做人 说话 每次都知道 低迷寿墨啊 你低迷寿墨的时候 觉得自己解释活的 而且低迷寿墨的人 我只为佛陀低迷寿墨 你们拍吗 你是这种角度 众生拍吗 佛陀说回头是爱啊 永永众生就是佛啊 回头 转过来看看众生啊 看看众生 不要眼睛只盯着佛像啊 众生 佛在这儿啊 看看永永众生啊 三界六道众生 那是如来 如来是从那出来的啊 如来不是在墙那边啊 在这边啊 看看永永众生 看看他们无名执着到什么程度 然后心生慈悲柔软 把你学到的 把你所有的能力分享出去 利益到他们 帮助到他们 如果没办法帮助 也无怨无悔 是吧 也不要伤害自己 你也是众生意愈 是吧 你帮不到别人 也不要恨自己 你也能力有限嘛 是吧 我们尽力了就是 很丰富 我突然说 你再做ится 勇敢来 你把你所谓找到 你了解 你们就找到 这种招式 我最后 你还有没有 我从学生 分析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